Are you ready? 一起打開 娛樂 生活 流行畫夾子 一同開麥拉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點2時 這裡是一同開麥拉 我是Amy李明依依 是的 今天3月11號 我剛剛前面還在講 距離這個日本這個大地震 然後海嘯 311也有14年 那這麼多年的過程當中 當然我們每一年碰到像這樣的事情 我們心裡總是還是會稍微揪一下 但今天就剛好也很特別 要來為大家介紹一部這個紀錄片電影 叫做湯德璋 那我剛剛也講了 誰是湯德璋 為什麼我們要知道這個人 為什麼要尋找湯德璋 那現在在節目的現場 為大家訪問的就是很重要的兩位人物 一個當然就是這次紀錄片的導演 尋找湯德璋的導演黃明正 哈囉 你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明依好 另外呢就是製片 連真會 連導演 哈囉 你好 你好 明依好 各位聽眾好 是 那其實我講的沒錯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認識湯德璋 就是說誰是湯德璋啊 是 導演 其實我一剛開始也跟一般的人一樣 就是我去那邊拍片 然後拍片那邊找場景 繞來繞去就很容易 海南嗎 對 去台南拍片然後找場景 繞來繞去就很容易經過那個圓環 對 然後就知道那邊叫湯德璋紀念公園 那個時候只知道 我還不知道 黑豪說 湯德璋紀念公園 就知道說有個大圓環 對 然後它 它是七條 所以已經是 早就已經證明為 是湯德璋紀念公園 對 一九九八年 對嘛 不是很遠 不是很遠的時候嘛 對不對 一九九八 差不多二十五 六年前 才改成那個名字嘛 對 對吧 對 對 然後 事實上我也就只知道 它是二八受難者 是 大概就這樣了 但是事實上 二八好像已經變成一個符號 有點悲傷的符號 是 而且甚至容易引起立場對立的 這樣子的印記 對 甚至就對 到底就是說大家變成 好像又變成是一個族群的對立 那事實上就是你很難去真的 因為牽扯在其中的 幾乎每一個有很多事情是它是個案 對 就是要它個別的 你去認識跟了解 是 是 然後 所以 我其實就放在心裡面這樣子 那後來我就知道 湯德璋原來他爸爸 被日本人殺死 他爸爸是日本警察 那他是台日的混血兒 他媽媽姓湯 他OK 所以他是跟母姓 他是跟母姓 然後他爸爸是日本人 而且是警察 然後是日本警察 結果被日本人殺死 被台灣人殺死 被台灣人殺死 喔 被台灣人殺死 就台灣人抗日嘛 喔 抗日的時候 對 就日本人來 因為日清戰爭馬關條約 來 但台灣人就乖乖的給日本人管嗎 對 不會嘛 對 所以就反抗 然後所以這個日本警察首當其衝啦 對 他就直接把一個派出所的警察幾乎全殺光 是 死了差不多20出頭個人 哇 他爸爸是其中一個 OK 所以這個湯德璋 他會跟母姓 是不是也在隱藏他的身份 在那個年代啦 會怕嘛 應該是說那個時候 那個年代 台日不能通婚 喔 根本不能結婚喔 不准 他要維持他的統治權 所以他不會讓你通婚 OK OK 是日本那邊不讓 就日本在這個統治我們台灣的時候 因為日本統治台灣 哇 有沒有50年啊 有啊 50年 還好我的歷史有一點OK 日本統治台灣50年的過程當中 那因為日本是 Come on 日本帝國 然後我們只是被他就是統治喔 所以呢 日本人是不能夠跟台灣人結婚 因為那個在階級上就差太多 是這意思嗎 是是是 OK OK 而且他們也有日本民族的這個民族性很強 對 他也不想被你這個和婚掉 就是說血統啊 不要讓你婚掉這樣 對對對 OK OK 所以我就在想 哇 那他爸爸也要很愛那個台灣媽媽呢 對啊 而且生了三個 對啊 那表示那個時候也是有那樣子的一個愛情故事 是跨越這種所謂的國家族群意識 就是單純的愛 對 而且他媽媽那時候綁小腳 對 啊 那個年代 等一下 他那時候 民國那時候年代還綁小腳啊 那時候還沒有民國 1902年左右 1902 民國前十年 對 的時候 哇 裹小腳喔 老家日本人 哇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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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吃檳榔 吃檳榔 他是原住民嗎 可能 因為他是高雄內門人嘛 可能有一點混到還是怎麼樣 應該也是 應該是台灣跟原住民一起 你看這就是我的刻板印象 就覺得 吃檳榔就是原住民 應該是原住民 因為那變成是他們的日常口香糖 對啊 對 OK 哇 好特別喔 對 然後生了三個小孩這樣子 對 然後在那個戶籍上面 是 湯德彰的媽媽湯玉 嗯 是寫內緣妻 而不是妻子喔 他是未正式婚姻之下的同居關係 哦 叫做內緣妻 那個字眼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在戶籍本上面 是不能夠表明他是妻子的 對 就是反正我就不認你就對了 對 那湯德彰是私生子 明白明白 雖然說是 一個爸爸一個媽媽 但是卻一開始的時候 就在那個大時代的環境底下 對 就被這個看待為私生子 是 那所以我就覺得哇 那後來知道湯德彰他除了姓湯之外 對 他也因為爸爸死掉嘛 他要念書 需要保人 那個時候念書需要保人 對 所以他就變成姓林 嗯 然後他自己的追尋裡面 他又呃 在他的書上面寫心居得章藏書 所以你知道他某種意識之下 他又想要回到爸爸那邊 叫新居 對 因為爸爸姓新居 新居這樣子 很戲劇性的 所以他有很多的那種就是 呃 自己的那個認同 認同的 產生了一些混亂 對 就確實對一個小孩子來說 是 然後如果他要生存 在那個年代能夠受教育 對 當然是一個最好的 就是改變自己命運的方式 是 其實即便現在都是啦 但是呢 就是可能你又要 是不是如果要這個 呃 在日本小學就學 或者在日本的學校讀書 我是不是又要變日本人 比較方便 還是說我的認同 他也不是 他就 他就念工學校 是 那工學校就是台灣人念的 日本人那個時候念小學校 是分開的 所以他念的是台灣的 他是念台灣的學校 叫工學校 OK 但是即使是這樣都需要保人 即使是這樣都需要保人 在那個年代 對 能夠讀書的人很久 對 因為讀書事實上是個貴 很貴的事情 很貴的事情 而且他們會覺得當時真的是 萬班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 各位 現在請你們看一看 現在只有讀書是最後面 這整個的教育的顛覆 好啦 剛剛以上那一句 代表這個本人立場 不代表 不代表這個 尋找湯德彰 今天的跟大家分享 是一部紀錄片 紀錄片的導演跟製片 在我們的現場 我們現在聽一首歌曲 然後 稍後再回來 就是說 帶領我們的聽眾朋友去看 就是說 那我們為什麼要認識這個人 對不對 就是說以現在的人來說 因為 當然我們講到了這個 日劇時代 講到二二八 我多少有一點點的牽連到 因為我媽媽是同樣 不 我阿嬤是同樣型 那我阿嬤等於是這個二二八遺族 可是我爸又是外省人 你懂嗎 就是說 所以我對於這段的歷史 我會比一般人在 就是說 更清楚一點 但是很多 中年人 或是年輕人 或是小孩子 他想關我什麼事啊 我為什麼要知道 那等一下我們就要帶領大家 你為什麼要看這部紀錄片 好不好 好 OK Are you ready 一起打開 娛樂 生活 流行畫夾子 一同開麥拉 OK 現在時間來到下午4點35分 這裡是一同開麥拉 我是Emily 今天呢 要為大家介紹的是一部紀錄片 叫做尋找湯德彰 那在我們的節目的現場呢 是這部紀錄片的這個導演 黃明正 還有呢 導演兼製片 連真會 那 我要請教一下 那製片 表示是你出錢喔 講到錢有沒有傷感情 終極 其實 其實一開始這個計畫 終極啊 製片主要終極 對對對 對啊 恭喜紀錄片 其實一開始啊 一開始我們 就明正導演 整個計畫是明正導演一展開的 然後那時候覺得可以執行之後 後來他就缺錢了 我們就是 我非常明白那個裡面的那個轉折 他就只好找聯導演 說 就是幫個忙 對吧 我完全講出你的困境 導演 一個人欠錢 倒不如兩個人欠錢 一個人一起分彈 對對對 所以呢這個製片就加入了 好 那我們要跟這個聽眾朋友來理清一下 因為他是一部紀錄片 然後他在院線上映 然後他是多少分鐘的 93分鐘 所以他是一部電影 他是一部電影 那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你也不要以那麼的紀錄片 想說就是紀錄片 然後就是看到一堆黑白 不是這樣喔 然後或是看到一堆訪問 不是這樣喔 他們有找演員演耶 來 這部分導演來講一下 就是因為通常他 除了兩本相本之外 他沒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資料嘛 對 那所以其實我們很需要影像 去講他那個生活的故事 是 比如說他被台南師範退學的時候 對 他就花了兩年 在那個台南的鄉下獄井內帶 農流連這樣子 然後不敢回家 他只好去堂場打工 因為沒有錢這樣子 然後怕被媽媽罵 然後於是他就結交了幾個五湖四海的兄弟 OK 因為三百鬼 三百鬼了啦 會唱戲的 什麼鬼手鬼了啦 鬼手就是那個手不太俐落的 對 然後就幾個兄弟在那個廟口那邊鬼混 是 然後一天到晚在那邊 如果哪裡去有錢賺 他們就去哪裡打工 懂 對他最後就去堂場打工燒木炭這樣子 OK 所以他也有過這一段 對他也有過這一段 結果沒想到 兩年之後他跟人家去考警察 他竟然成為警察 嗯 步上他爸爸的後塵 嗯這也蠻妙的 對 所以你找誰來演呢 我找鄭友杰 為什麼 嗯 我覺得他也很有趣 就第一個 他其實 某個部分跟他這樣 有一點點類似 就是他也是 那個時候他爸爸是不會講 中文的華僑 日本華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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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是日本華僑 所以完全不會講中文 對 只講日文 對 然後又來台灣 然後來台灣 所以他 喔有一點那種FU 對然後他 所以他從小是看NHK 讀 所以鄭友杰日語就厲害了 他很好 真的啊 他從小是在日本環境裡面 OK 所以他等於是 因為 因為跟爸爸講話 所以他也幾乎是中日混血的藝術 然後 然後又是在日本的那樣子的環境長大 對 就日本的 的 文化氛圍長大 對 因為看NHK這樣 主要是他跟他爸爸講話就要用日文 一定要用日文 中文不六 也是很正經 所以他 很有趣就是 很合適 他在家裡是日本人 對 出了家就是台灣人 真的 他出來外面沒有人知道說原來他 他在家裡面是日本人 對 OK 所以找他來演這個 還就是會有他們中間的這個連結的部分 對 因為這個片子 我在想說我們的戲劇重演 其實每一段後面都做了訪問 是 那有些就是他作為一個演員 是 當他研究過湯德章之後 然後他可能會對湯德章的那個時期 他產生一些疑問 是 或者是好奇 是 所以我們這個 我們就可以在那個當下討論所謂的湯德章 嗯 比如說他到底做錯了什麼 會被關 明白 他到底做錯了什麼 要被處死 就是你們要在 當然我必須說啦 就說這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真相 對 就說這個 因為這整個是在尋找他 尋找他的這個過程當中 試圖去了解認識這個人 所以經由討論分析 然後呢 這個鄭永傑來演這個角色 欸 然後大家呢 甚至於就是你們訪談 因為你們訪問了就是台南 屋口非常非常知名 過六十年的老店的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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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 餅店的餅店的餅店 餅店的餅餅 對餅餅也是 好像只有他一個人關心 因為也沒有人 他自己也講 我看了一下 他自己也講台南 住在那邊的有百分之九十五人 都不知道啊 像是湯德彰 像是湯德彰 有什麼那個紀念公園 那叫湯德彰 也不在乎 就不要說我們外縣市了 連台南市本身 是不是 因為 因為台南有一個湯德彰紀念公園 對 台南還有一個湯德彰紀念日 還有他的名人故居 去年四月 還有一條馬路以湯德彰為名 叫湯德彰大道 結果還是台南有九十五八的人 都不想理這件事情 你們台南也太有趣了 好 Anyway 所以找了鄭永杰來演 其實等於是導演 你也希望說 聽眾朋友 就是到時候進戲院去觀看的時候 他是一個影片來觀看的 是是是 對嗎 就是說你們看到的時候是好看的 是很自然很順的一部 感覺是一部電影 然後是有劇情的 是 而不是就是訪談 是是是 沒那麼無聊 是是 這個片子常常是有很多現在進行事 對 就是 觀眾將會跟導演們 一起一起 探索 對探索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下一刻 因為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導演在 比方說在追尋 就你們整個在追尋的過程當中 對 甚至於演員在揣摩他一段一段 就 所以 到時候進戲院 所有的觀眾朋友是跟著你們 就是下一秒 我們到底會不會找到這個人 或是他會 他會做A還是會做B 對 他的決定是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 對 就比如說我們就 就是有很多的素人 是 台南的一些很平凡的人 是 跟著我們一起尋找 是 所以片子裡面你幾乎看不到 什麼專家學者來告訴我們 什麼叫做正確的歷史 沒有沒有沒有 這就是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他不見得是完全的真相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了 就是說 是者一義 就是說 都是別人口中的 對 人 是 但是大家都就是去挖去找 是 OK 因為我從小就覺得說 我從小不喜歡歷史 我就覺得歷史只是考試跟背書 我覺得很無聊 我不知道明義有沒有跟我一樣的感覺 有 明義小我幾歲嗎 我的那個歷史地理最糟 還有公民 我的天啊 為什麼以前都要背呢 都用背的 對啊 那沒辦法理解 很無聊啊 那沒辦法理解 就覺得說那個歷史跟我是沒有關係的 對 那後來我當我做這個片子之後 我就在想 我可不可以把歷史帶進生活裡面 是 所以我的那個片子裡面就是一些 我之前的作品叫做《彎生回家》 是 有很多的彎生 所以聽眾朋友就你們看過彎生回家 就會理解大概是那樣子的feel 大概是那樣子的feel 是 那我們跟著這些人一起去尋找唐德章 是 所以當譬如說我當我去採訪一個 一個就是我叫他怪肉柱 他是一個歷史狂人 他們家整整間房子堆滿了歷史資料 連進都進不去 好可怕 問這種人的時候我都很害怕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是說如果身為導演 因為一問他啊 有很多東西我都拍不出來 你明白我意思 因為他 他整個的那些都在他的腦子裡 然後他講A講B講C講 因為他 他可以講一連串 對 然後你要怎麼拍出來 你懂我意思嗎 對 比如說 你很好的去訪問過 這種 他就到處走 然後他就會說這個很重要 那個很重要 對啊 因為對他來說 你了解一下這樣 對啊 然後我就說 你要怎麼讀啊 然後他動不動就會問你 譬如說 明依大概小我幾歲嘛 那我就問 他問的我的問題 他就說 那個 再留子孫 前進中國的那個是誰 唉唷 我就說 再留子孫前進中國 再留台灣前進大陸的那個是誰 對嘛 再留台灣前進中國大陸的 是那個 那個那個 他們的經紀部長啊 誰 欸 林 林什麼的 我能夠說他姓林 已經不錯了吧 你說林義夫嗎 對 不是 他問我的時候 我說 馬英九 你那太 你太政治了 我再問 在留台灣前進大陸的那個是誰 到底是誰啦 他姓陳 他姓陳 他姓陳喔 在留台灣前進大陸 現在那個現場的聽眾朋友也可以一起猜一猜 歷史有讀嗎 現在他們歷史有讀嗎 他是 我們那個時候歷史沒有讀到這個 他就是虧空了台灣的錢 然後捲款跑去中國大陸這樣 姓陳啊 陳什麼 沒關係 我們在電影裡面 你一定也不記得 我們在電影裡面有 好啦就是那個怪老子就出題目問題就對了 因為對他來說到處都是歷史 你能夠說出林立夫已經是很厲害了 對吧 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他是當代中國很厲害的那個 台灣去的經濟學家這樣 對啊 不能講 什麼 沒有 他也想參與 就我們的那個企劃 他也想參與 拆題 OK 好啦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那導演 所以 最後就是說你們兩個都用這個 一分鐘的時間 來跟我們的聽眾朋友講 就是他用什麼樣的心情 然後來進戲院看這一部尋找唐德掌 在上一次試片的時候 是 其實跟我預期的有點類似 嗯 其實中間很多的笑聲 喔笑聲 其實大家是 就是有笑有淚的啦 對 然後看完 看完的時候很多人在擦眼淚 對嘛 對 還是會有一點 對 淡淡的哀傷 淡淡的哀傷 對 然後你會跟導演們一起去經歷 你根本不知道下一刻會經歷什麼的 有一點小電影冒險 對 而這一個是一個 不僅是一個淡淡的歷史 也是台灣的近代史 就 你在很輕鬆的欣賞一部片子之後 你就發現說 欸你好像比較理解台灣發生了什麼事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輕鬆的片子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OK 剛剛我們的那個企劃 原來是要回答我們成友好 你把答案講出來 我們聽眾朋友也猜到了 聽眾朋友猜到了 這個人對我來說不重要 但是 好啦 只是說 結果我就被這個老師叮啊 他就說 你怎麼不知道 你還說馬英九 你很害怕 而且我還更誇張講 馬英九執政二十幾年 你們知道最近的一個題目 馬英九執政台灣總統多少年 八年啊 不只 因為到現在還在罵他 所以他執政 哈哈哈哈哈哈 這句答案不是八年 是因為 他從那個時候到 他已經執政 對 十六年了 了解了解 這個邏輯很有趣 很有趣吧 好啦 請大家要進戲院去支持 這個是尋找湯德章 然後呢 在戲院裡面演出 最後只有三十秒 嗯 製片 我覺得大家可以放下 對二二八曾經的想像這樣子 對 放下你的成見啊 對 敞開心胸 然後 進去戲院 3月15號進去戲院 你會發現 不一樣的尋找 不一樣的唐德章 對 大家真的要放下成見 就像那個 我們導演不能再說 那個是馬英九 然後我也不能再說 你們罵馬英九執政十八年 我們都要放下成見 哈哈 大家進戲院去 跟著他們一起看 OK